如何能够不跟人接运 太难了 为什么有时候说无意 无意接运 你说话是无意 别人听到是有意 麻烦就大了 所以言语要谨慎 佛指定不忘语 不念识 而且还不期语 不悟口四种啊 四种口业你都不犯 你才不会给人接运 有一种都会给人接 口业是最容易造的 尤其有很多人 养成习惯 遇到事情 他喜欢讲 与自己不相干 也要批评 有没有想到 你的批评 人家听到的时候 有什么反应 有没有想到这些 纵然的批评是正确的 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自己不敢说话了 念佛就好啊 这名妙行菩萨劝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发生后 讲得有道理 他在世的时候 跟他在一起修行 十二个人 顾顾我身 圆满的 十二个人 躲起来 真干 越少越好 念头越少越好 那修行人 念佛也没有例外 永远保持心地的 清净 平等 聚而不明 我们经体上 清净 平等 聚而 这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看到事情 看到不如意 我们的心 悲然无了 不清净了 我们开口说话 早已了 真正要想成就 就明妙行菩萨 这一首期 要记住 要恒常保持 清净 平等 不受外面境界的 干扰 瞬间 没有 情职 没有 贪恋 逆境 无缘 没有 忍恨 永远保持 在境界当中 清净心 平等心 心 今 则 佛 突进 这叫 真修行 这叫真功夫 有智慧 有能力辨别是非的事 什么是善 什么是无 什么是真善 什么是真我 要知道 利益众生 就是真善 利益自己 是我 这个人家 一般人不知道 利益自己 怎么说 我 真掌 我执 真掌 我执 就是 真掌 轮回心 出不了 轮回 佛教人 头一个 无 精干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这些 这是征服的 子 无 无 无人 那就 真的 全心 全心 为一切众生 付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 的路 不为自己 为众生 不为自己 感谢观看